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深圳当地一个不为人知的晶片工厂网络打造一个基础设施 这个被外媒形容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合作关系 当然有4家台湾的厂商遭到点名帮助华为来建厂 现在经济部的最新说法说这一些呢 台湾的企业没有涉及到关键技术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替华为一次在中国打造这个秘密晶片的网络里头有台商的参与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不大调吗 有没有一方面规避美国的制裁 由于彭博社是根据在今年8月份 他们在深入到深圳的一家华为所支持的公司所建造 即将完工的大型建地里头 发现有数十名戴着安全帽的工作人员 那么除了印有雇主的名称 跟官方标志的鲜明安全背心之外呢 没有办法辨识 但是他们进一步追查 这一群人当中包括有台湾晶片材料的经教商 像是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那包括总部位于台北的雅翔工程库这边有限公司 总共有四家公司 而且在深圳另一头 另外跟华为有关的工地里头 他们也认出了有汉唐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总共有四家 我记得这四家之外 好像还有台湾系科 宏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老师晚安 老师听得到我声音吗老师 可以 我说是很晚安 是 老师我看到您在财讯 也发表了您的观点跟看法 这个事情这样的发展 您怎么看呢 基本上哦 那个外媒哦 他这个 在美国美洲贸易大战以后 那制裁华为 那制裁华为 这个其实不只华为嘛 就是针对这个中国的半导体 那这个禁令一出来以后 那个只要你是美国人 或是绿卡 只有绿卡的人 基本上呢 他们都知道说美国政府 他不是玩假的 他是玩真的 所以这个就我了解业绩的状况的话 这个禁令一出来以后 基本上所有呢 这个有绿卡或是美国籍的从业人员 对这个事情呢 都非常戒慎恐惧 然后甚至于呢 他们本来有一些商务旅行啊 然后需要到中国去接洽呢 有关于之前谈讨的那些生意的后续的事情 都会躲在旅馆里面 因为他要避免说这个 让美国商务部或美国政府呢 怀疑说他们把美国这个禁令呢 当成呢 这个是纸老虎不当一回事 那美国人呢 尤其是美国这个政府 我们知道说平常 我们看这个美国大兵啊 或是这个美国人 他们都散散的 然后钢盔带外一边啊 可是这个国家呢 只要呢 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情 然后是国家安全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会危害美国利益呢 然后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呢 他们呢都当成了非常呢 严重一件事情来做 然后他呢 不会呢 这个等闲适之 那我那天呢 接到那个彭博社的记者呢 来跟我聊这个问题 因为自从那个 我们出来玩紫光以后呢 有关于半导体的一些 问题的话 一些国外的媒体呢 就是常常喜欢跟我们聊天 这基本上呢 他说哎 李老师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 有时间这个台湾的公司 现在正在帮华为做晶变 嗯 那我一开始反应我就说 我怎么有可能会知道了 我们自从反了紫光以后 都避免了去中港 这个中港澳这些地方呢 因为听说这个好像 就是党的这个习近平呢 中国制造2025一个重大的计划 嗯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听到的是也是很讶异 因为他跟我讲说 哎李老师你知道吗 整个厂区都是台湾的工程师 他还特别强调了三次 然后说觉得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那在我们反紫光的时候 那时候中美贸易大战 还没开始 然后整个态势呢 也还不是很清楚 那时候这个很多这个 刚才你讲到财讯啊 或是台湾的这个有关于财经相关的 媒体的立场 还是用经济方面呢 合作啊商业贸易这样的事情来 做主要看待就是当时这个 这个紫光要来这个并购联华格的事情 可是呢 现在从那个乌克兰战争之后 那本来这个西方国家认为说啊 用贸易可以改变俄罗斯跟中国 然后大家做生意啊 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啊 这整个呢全球化的这种观念呢 已经被打破了 大家发现说他生意要跟你做钱要跟你赚 然后他也要这个讲独裁跟讲民族主义 还有讲併吞呢 这他一样是在做啦 所以基本上呢 以前从梅克还有柯林顿的依赖 一直以来西方的这个政策 他们原先是看到说这个 之前那个苏联在哥巴西夫的时代 就这样瓦解了嘛 就解体了 那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基本上是可能可以重复类似的情况 那梅克也是在东德长大嘛 那就是说东德这样子突然就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其实东德就是被希德并吞了 然后这个整个这种经济的状况 可以改变政治的局势 可是现在显然是不一样的吧 在乌克兰战争以后西方国家也觉得说 这个恐怕中国会是一个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所在嘛 所以这些中美贸易大战的背后的背景 是有这些因素嘛 然后这个其实台湾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立场 我一直以来就是看这个台湾对半导体的保护 理论上我们台湾是面对中国并吞的第一线 所以呢台湾人自己本身 对于说中国呢发展这些晶片呢 那这些晶片基本上呢 很多都是可以放在这个军事武器上 不管是飞机啊飞弹啊战车啊 然后雷达啊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呢无人机呢 这些晶片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科技的这种工具跟这种供给的这种武器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个美国人他都这样子 然后害怕去帮中国发展晶片的情况之下 那华为的晶片厂 然后竟然整个厂区都是台湾的工程师 那这真的是让人觉得是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台湾的官员 比如黄美花这些人 他就认为说他没有违反什么美国的禁令 那台湾的禁令在哪里呢 那个晶片如果做出来以后 这个飞弹啊 这个一般的认知是打台湾的几率 远大于到美国去啦 那美国他有他的禁令 那台湾的禁令是什么呢 那这个基本上呢 是一个非常 这个政府呢 对这个半导体的保护 对于这个说台湾的工程师去中国 帮他们发展晶片这件事情啊 太奇妙淡险等闲适之啊 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反而来为自己开脱说 是美国人要党的 跟我们台湾无关 然后这个我们台湾呢 只要躲在美国后面就好了 然后这些美国的禁令 其实美国人你现在让他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公司他不会好过的啦 美国人他不是说像台湾的政府这样说 随便给你这个打马虎眼过去 然后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啦 这是我的看法 是 老师强调是这些台湾的企业 协助下所建立这个工厂所生产的晶片 尤其替的是华为最终可能会用于中国瞄准台湾的飞弹啊 你刚刚说呃台湾的禁令是什么 美国在这个中美贸易大战当中 其实把台湾的战略位置看的是重中之重啊 许多的战略都是以台湾的重中之重的地面政治来做考量 所以所谓的制裁的一个措施 拥有绿卡美国居留证等等 通通不准那么参与中国的相关的事业 台湾难道这方面的禁令不够清楚吗 这四家 这四家呃台厂这些工程师 难道他们也在压宝吗 我不知道 比如说在国内最近在谈呃非绿的大整合 我相信这合作是有一段的时间 难道他们压宝吗 可能2024有可能非绿执政 所以双方面压宝 他们不顾现在国际上的这种氛围 美国寄出了这制裁令 一群的工程师飞到中国去服务这个华为 然后华为制作的BG晶片 未来可能瞄准台湾的飞弹他们不在乎 这个部分老师您怎么看 这个台湾哦 这个事情爆发出来 我相信美国的当局看到这样的情况 应该也是很头痛 就是说你们不知道 那个中国现在的动作是什么 然后几乎每天飞机跟这个军舰 都穿越这个台海中线 然后我看那个德国媒体 他们都紧张的不得了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然后这个经济学院杂志也讲了这些东西 你们台湾人自己不会紧张 他们不会害怕嘛 然后这个到时候这些晶片 这个你的科技 然后帮他们这个发展的这些东西 他更能够精准 然后瞄准这个重要的这个设施 美国人要保护我们台湾的话 那看到台湾自己内部这样的情形的话 基本上那不会 会有一些怀疑或是说感到这个困惑吗 我觉得说你这个菲律联盟也好 对 那个你要这个即使你是菲律联盟执政 中国也没有要放弃并吞台湾 嗯 然后国家安全的事情 是大家一提的啦 是 然后你一颗装着台湾的工程师 然后把它很精准的计算的这种能力 然后快速 然后运算的这些飞弹 打到台北市的市中心 使这人不会分说是什么绿啊是蓝啊 是谁是什么啦 然后一旦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你谁执政基本上都要重视这样的问题 嗯 所以您认为 对于这些支援华为的台湾企业 政府的控管力道是不够的 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是当然的事情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蔡英文的政府 基本上是完全执政了八年 然后他基本上在这个阶段 是很多事情是很克制 那这个克制也让台湾今天得到这种 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台湾这个政府是可信赖的 他不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牌 然后呢是跟着西方国家 然后遵循了自由民主这套路线来做嘛 然后最近的这个自由之家公布台湾这个 这个民主的这个自由的指数 基本上是是亚太第一嘛 还赢过日本跟德国 非常令人惊讶嘛 那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 在克制这个国家 他对于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 一些必要的措施嘛 比如说这个假讯息的这些东西 还有说这个对中国一些态度的这些东西 我们基本上在蔡英文的这个政府底下是 采取比较容忍的情况 可是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在改变 然后这个中美贸易大战之后 中国是不是会突然攻击台湾 基本上这个都是世界各个国家 战略在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你台湾人的公司 然后如果说还搞不清楚状况 以为还是在乌克兰战前 俄罗斯并吞乌克兰之前的那种状况 那可是错误了解读了世界的局势啊 因为现在这个全球化用贸易来阻止说 这个区域冲突啊 或是民族主义这个东西 显然是失败的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不光只是替这些厂商开脱啊 经济部长基本上讲那句话 就基本上是替这些厂商开脱 我如果是美国的政府的话 看到这些台湾的政府的官员讲这种话的话 我会想说奇怪你们不是在第一线吗 你们不是最危险吗 你自己厂商做这种事情 我相信台湾的民众应该有一半以上人 是会非常生气的 所以我好像昨天发了一个文 一下子就五千多个赞 然后一两千个分享 那个不是说我会写文章 而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愤怒的啊 是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你要去射飞弹来给我们的国家发展晶片 那你不知道说这飞弹如果下来的时候 死的是什么人吗 都是我们周围认识的人 我们自己我们的 我们的父母亲戚朋友小孩 然后这些同学这些人吗 那你那个厂商跟这些工程师 到底有没有一点这种感觉啊 我说的很客气啊 这些工程师你们 你们的心到底在哪里 你们难道不知道说中国的战斗机跟军舰 不断穿梭跨越海峡 要武统台湾的同时 留岛不留人 对不对 过去是怎么样冲刺在所有的媒体 为什么你们还要帮助中国的华为 做这些可以放在战争武器上的一个晶片呢 好非常谢谢老师 因为真的如果就老师在这个财讯周刊所提到的 如果有一天台湾帮忙做了晶片放在飞弹上 这个飞弹横跃台湾海峡 在台湾的大城市爆炸 这些厂商跟工程师有没有想过 死的是什么样的人 死的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 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 还有我们自己 所以是什么样的愚蠢教育之下的商人 跟工程师才会做出这种冷血的行为 谢谢老师 我们下期见 这个女士很晚带我们下期见 那么谦道 谢谢老师 雅 台外一個最特別的其實是一方之霸那種感覺 我們有非常好的一個品牌 非常好的一個教學的一個環境 非常悠久的良好的歷史 非常充足的資源 大家互相的成長不是自己讀書 是大家一起討論一起學習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子的互動是幫助我蠻多的 學弟妹之間其實關係很緊密 最大的壓力我覺得是遇到不會處理的病人 還好我們這邊可以尋求協助的人很多 術後照顧很多病房的原則 然後護理師的訓練都比外面還要完整蠻多 手術前到手術中甚至到手術後 其實我覺得我們對於中間的參與都非常多 然後每個人都我覺得很認真 所以才會讓病人有不錯的結果 這裡一定是一個不管病人或者是手術 或者是老師們都是一個資源很豐富的地方 排大比較補养 排大的作用醫師很常會加在護理袋 跟病人互動跟學弟妹互動 就是一個相對還比較友善的學習環境 營造一個好的環境 讓我們的年輕的醫師在外科學習的時候 都能夠學到他想要做的 你要有一個好的生理 你才會能夠有好的就是手的控制 然後你才有好的土地去照顧病人壞了 很大的體悟是這件事情 平常的話就是可能重訓 然後再來有時間的話就是登山啊潛水 相對於很多醫院 其實台大在保障住院醫師休息上面 算是蠻制度化的 累歸累啦 但其實都蠻快樂的 我回到家的時候都有一種 就每次回想起來都覺得蠻在而歸啊 那我覺得自己快樂才有辦法真的幫助到別人 你要足夠有興趣 有點像是work like balance 的概念 那時候就是我媽媽很愛看那個 急診室的純TN-ER 那時候就看到就說哇好酷喔 就是很好奇這個工作的事 然後就種下這個種子 我很喜歡一個大家庭的感覺 所以這也是我當初為什麼選外科人的其中一個原因 非常適合我可以在這種比較高壓 然後比較變化非常大的環境下工作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去改善病人的未來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跟其他醫生不一樣的 常說我們外科醫師跟其他科不一樣 外科每一個動作對病人都是傷害 你一刀子一劃下去傷口就在了 我們是希望說我們的傷害越小 可是可以為病人帶來更多的好處 在越緊急的病人之下 你會覺得我能在最短時間內為他做到最多的事情 教我教我 整個手術的過程 然後有非常多血 然後東西翻來翻去 然後我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知道下一步大概會做什麼的時候 我就很像打電動的感覺 就是把你的功夫練會了 上場表演就是那個時間就是你的 所以你當然要有一定的自信可以去做到這些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一種把握 你要有這種把握 你才可以對病人負責任 所以我覺得我們多少都會有一些這樣子的特質 我覺得台大外科對我而言是一個蠻包容性的 就是它不會給你很大的壓力 不會給你很大的身體跟心理的壓力 但是它會想辦法給你足夠的時間 如果你有興趣要往哪個方向發展的話 它會給你足夠的資源跟足夠的時間 讓你可以去往那個方向發展 除了你開刀的技術之外 你觀察到的事情去把它寫出來 去寫成論文去國際上發表 讓大家知道讓大家學習 這些是除了你手術房之外的東西 台大能夠多給你的 可以學到任何想做的東西 還有一個是最大的特色是 我們有非常好的大學 這世界一流台灣第一的大學 我覺得台大外科就是每一個次專科都 老師們都非常厲害 一定要考慮來台大的外科或是心臟外科看看 就算只是來輪過外科BQI 也完全不需去選 總流0.7公分 margin 2公分 我們要把我們的視野放高 我們必須要跟國際接軌 我必須要好好地訓練我的學生 我的住院理師 讓他們未來成為能夠獨當一面 甚至於可以是在台灣外科 當領導人才這樣子的意思 在某 wykor規定 本位為能夠 莫贈、運動作址 感谢观看